這可以拉長一點 下面再往下拉長 還有兩個橫畫 這個是深最長的 我會努力讓後面尾巴長得不一樣 這是刻意的 讓尾巴長不一樣是傳輸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它線條太無聊了 如果後面每個地方長得都一樣 破的都一樣或是結實的都一樣 那這個字就會覺得很無聊 你要想辦法讓後面破的不一樣 有時候有破有時候沒有破 也不要被人家抓到一個公式說每次都先破再來不破 藝術很怕人家抓到一種習慣 習慣應該是一種大概的習慣 但是精緻的地方應該都不一樣 比如這裡跟這裡就不能一樣 那下來這裡還有這邊的質感就不太一樣 因為停的速度還有筆的角度會改變嘛 所以看起來一定不一樣 那有時候停住有時候有點放鬆 有點放鬆 這樣子有時候有點扭轉 有時候墨多有時候墨少 這樣字才會有變化 等於說我現在在寫這個字 其實都在注意我的尾巴有沒有一樣 這左邊右邊有沒有草尾差點 它有時候停的比較快 有時候停的比較久 有時候停的比較頓 有時候平的比較尖利 有時候平的有點鋪開 有時候加一點墨讓它有一點濃一點 有時候加這邊來稍微稀一點 那讓它每次都不一樣 心要寫的靠近一點 把它擠不進去 所以你就要冒險讓它靠近 中間只留一個縫 線條多的時候就是靠近 沒有第二個原則 所以靠近就是那個縫隙 注意是叫白色的面積減少 每一個偉大的書法家 它的美感 當它成立了以後 其實那只是一種簡單的肌肉記憶 看似平反 讓它經過長期的訓練 自己的心得 然後深化到骨髓裡面去了 所以當它在寫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怎麼隨便亂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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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是花畢生的精力 斷念成它的一種肌肉記憶 就跟打球一樣 打球的人在瞬間就決定怎麼打 他絕對不會先想一下再打 因為他已經訓練習慣了 不懂書法的人 常常會笑學書法的人 幹嘛坐在那邊寫字寫字寫字 難道是被老師罰寫啊 當然不是 那你幹嘛一直練呢 這樣練有什麼意義呢 有啊 形成一種肌肉記憶 當我寫的時候 不需要想就可以寫出來的時候 就成功了 我常打乒乓球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肌肉記憶 你去看看高手在打乒乓球 那個球速多快啊 他根本不需要想 他就知道怎麼回球 而且回的位置 角度旋轉性都會很足啊 因為他經過長期的訓練 他不用想啊 還有像彈鋼琴 鋼琴鍵盤那麼多 他怎麼記得住位置啊 而且速度力量時間音符 那個節拍什麼都不一樣 他怎麼記得住 當然啊 因為他已經形成肌肉記憶 他怎麼可能記不住 他不用看你知道那個鍵盤在哪裡 他每天在練習 就是為了形成一個肌肉記憶 同樣書法也是如此 你練得越久 你的肌肉記憶越強大 出錯肌肉就越低啦 那不過再說回來 記得 傳書的肌肉記憶的方向 跟楷書不一樣 前面有提到 我不太喜歡人家拿傳書來練 練什麼楷書啊 寫楷書先寫傳書 我都不理這一套 因為我認為這些 形成的記憶效應 是不一樣的肌肉 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你不可能 學傳書以後 楷書變強了 那是你對毛筆的熟悉 不是因為訓練的傳書 所以楷書變強 這種都是屬於橫式的 直式的 這跟楷書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能說你寫完傳書對毛筆有一定的了解 有助於寫其他的書題 但是傳書跟楷書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好像我現在會寫書法 你叫我畫一隻老虎我也不會啊 但是你叫我用毛筆去學畫老虎 我又比一般人來得快 為什麼因為我對毛筆的了解 強過一般人 但不是說我今天會毛筆 我就一定會畫圖 哪有這一回事 所以你要學什麼字體 就直接學啦 不用透過別的字體來學習 你會覺得奇怪 老師你這裡寫的是不是快黏到了 對啊 快黏到怎麼辦 就黏到了 因為這樣我一直覺得 有沒有黏到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說那個外型本身的外型 是幾筆還不能 能不能看出來 能不能看出來 如果能看出來我就可以容忍黏到 如果看不出來我就不能容忍 就看出來這裡是三個筆畫 不要全部黏上去又變成一個筆畫 那別人就看不出來這樣不行 我寫得好像比較明顯 書法裡面我最討厭寫的這個 傳書裡面最討厭寫的就是這個字 哎 哎呀 五 五 我的筆順不一定對齁 那邊往下寫左邊 都無所謂啊 因為真的貼出一張作品 人家也不知道你從哪邊開始寫啊 筋比較長的話 那就靠近一點 筆畫比較長 上下一直堆疊一直堆疊 那你就要長一點 左右可能就稍微寬一點 稍微寬一點 左右稍微寬一點 寫字不一定要快 快快慢慢是你的決定 我常常講說我的速度不是絕對的喔 我也可以慢慢寫 也可以快快 快慢都是必須訓練的一種能力 我們常看到有人寫字啊 就像是急經風有沒有 好像家裡發生火災了 哇 寫得超快超快 有人就慢吞吞的 等他寫完之後心臟都停了 我就說 哇 等他寫完都不夠睡了一覺了 其實那種就是一種 壞習慣 寫字必須控制到 我可以快也可以慢 像我現在是寫慢的 那你說我也可以寫快嗎 當然可以的 剛才不是都很快 那你說搞不好你現在沒力了 不是啦 那這次要表演給你看 表演說寫字其實可以快可以慢 不是說一定要快 那天上 上看到一個視頻的標題很有趣 不過沒有時間看 那標題寫說 陳中健算不算是一個書法家 欸 我本來有想看了 後來找不到 我想看說他怎麼講我算不算 我在想說奇怪他要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他 他怎麼可能知道我寫了什麼東西 那只是在看過幾個視頻就能推到我是不是書法家 而且他有能力判斷別人是不是書法家 當下很有興趣可是沒有看 後來回去 後來回去再哪裡看到了 我忘了 下次有看到在公眾號在留言給我 到底在哪裡我忘了 想要看一下他怎麼知道我是不是一個書法家 有時候對一個陌生人提出批評是很冒險的 然後其實我們大部分敢批評的也都是沒有名氣的 因為大部分有名氣我們也不敢批評啊 等一下被他的徒子徒孫口水淹死啊 這就是現實啊莫可奈何 所以通常我都寫我都在不管別人 哪管得完啊 有些阿貓希望你往東走 有些阿狗希望你往西走 所以我常覺得網路那句話講得真好 你要是認真你就完了 你要是真的認真起來 跟他認真起來你就完了 在這個網路資源爆炸的時代 一堆人都喜歡在那邊留言 而且都是不負責任的留言 哎呀講了又不用負責任 罵別人罵得好高興你也不用負責任啊 這也不是有個笑話 那個在鍵盤後面的打字叫賤人 如果是用觸控的叫觸聲 如果用滑鼠操作的叫鼠背 聽起來還蠻好玩的 其實躲在這個網路後面的 很多其實都是侏儒啊 講話講得像巨人 可是就是一個不敢出面的侏儒啊 書法批評啊在當代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們每個人都在提到 應該建立一個完整的批評制度 其實真的不可能 真的非常難啊 其實中國人啊特別重視什麼 人情義理 他跟你熟 你好意思說他寫得不好嗎 這我也說不出口 他還說你怎麼好虛偽 這不是虛偽 是做人的道理啊 明明跟你很熟 那你說他寫字寫得不好 你不能跟他又是朋友 這怎麼過得去嘛 所以我們那種人情義理 其實束縛了我們 你說要去搞一個什麼書法 真的什麼批評 我覺得都很難啊 很難啊 成語啊說得好啊 蓋棺論定啊 真的是要蓋棺才能論定 蓋棺了他的頭銜職務 名譽榮耀全部都沒了 這時候歸零 大家來看他真的好嗎 好我們就還他公道 真的不好呢 那我們就把他掃到歷史的灰塵 藝術也是如此 當下你又不敢講 等他走了沒有任何瓜葛了 這時候大家才敢說 所以嚴格講起來 只要是當代人批評當代人講好的 應該都不太準 等他走了以後 你再看看這些批評對不對 這樣就準確多了 重點是他走了以後 還有沒有人願意批評他 如果連批評都沒有了 他表示他真的很糟糕啊 大家已經把他忘了 好嗎 這樣就算了吧